如今的轿车领域 消费群体似乎都是以年轻人居多 思域的换代再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而在国产领域 长安UNI-V 传奇引爆等车型都是极具战斗气息的 也足以看出车企为了讨好年轻人 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 而一向中庸的大众也来参与竞争 全新换代的零度服气而至 但这款车的出现却充满了话题性 那就是它的颜值 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或许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吧 这个怪异的前脸造型 我实在欣赏不来 感觉一下拉低了它的颜值 但很多车评人觉得它比较夸张 大胆很有视觉冲击力 那就把话语前交给观众 让观众做决定 把好看或不好看打在评论区里 做一次测试 除了前脸之外 这车哪里都好看 尤其是无框车门 大溜背 先背尾门 贯穿式尾灯 流水式转向灯等元素 将临度的驾跑气息发挥到了极致 而且还比其他大众车型明显高级很多 如果再把排气改成真的 那就更完美了 此外 新车相比老款有所加长 长度4米78 轴距2米71 相比老款加大明显 整车的气场一下就上来了 而且内饰的高级感也上来了 最新的设计风格配合不错的选材 现在很有质感 连体大屏 T恤刀式电子挡杆 高配还有30色内饰氛围灯 视觉效果相比老款有了大幅提升 同时新车的配置也足够丰富 提供了L2级驾驶辅助 全速与自身迅航 360度全景影像 主动刹车 感应尾门 感应语发 可变动折叠后视镜等一系列配置 还是比较有档次的 此外加长后的轴距使得它后排腿部空间巨大 而且整车的静谧性也相当优秀 甚至要好过帕萨特 这点值得表扬 无疑它的舒适性是大家所期待的 动力上新车并没有引进大众最新的1.5T发动机 觉得有些可惜啊 好在这1.4T全都是高空版 150马力的动力 匹配7速干式双离合变速箱 条件也相比老款有了一定的提升 动力衔接更快 很期待它的零百加速 而且惊喜的是 新车的重量提升了近100公斤 可以看出 大众这次在车身用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不过价格确实有些高了 14.99万 这18.99万的价格 你能接受吗 虽然知道价与老款差别不大 而且老款还有2万多的优惠力度 但是升级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性价比提升明显 至于它的驾驶感受 以及油耗 将在下期接下记得关注我